女孩偷了一把香灰,跑到美人的地方就着山泉水打扣吃了下去,即便被呛得猛烈咳嗽,她也坚持没有吐出来,女孩以为只要吃完这把香灰,就能打掉肚子里的孩子,可不识字的她刚才摆的其实是送自滚婴,女孩从12岁就当了童养戏,如今刚满16岁,就跟家里的帮工有了孩子,对方害怕被沉堂连野跑步,留下女孩独自面对这一切,意识到吃香灰没用后,女孩用肚子猛撞柱子,结果孩子依旧毫发无损, 为了避免被沉堂的命运,女孩只能连夜收拾行李泡屋 姐姐走了,我才已不回来了 女孩想远离这个村子,必须坐船才能出得去,然而即便船就在眼前,可若晓得她根本没法把船推入水中 下一秒还因为用力过猛,反被惯性退倒在石头上,女孩为了活命做出了各种尝试,然而依旧无法撼动分毫,她在大雨中痛哭到体力不止,累了静躺在船上睡着了 第二天女孩就被婆家人抓了回去,婆婆叫来了女孩的娘家人商量,到底是将她沉堂还是卖去窑子 娘家人跪在地上恳求当家人,给女孩一条活路,哪怕是卖到窑子也行 这边家里的女帮宫,也是看着女孩长大的,于心不忍的她告诉女孩婆婆,怀孕的女孩不能被沉堂 一死两条命,大兔子鬼是不会甘心的,日后阴魂不散,在家里闹起来可了的呀 婆婆本来就因为公公常年不回家,在外面又养了小家的是耿耿于怀 为了让家宅安宁,她同意给女孩一条活路,隔天便找来了老宝谈价钱 然而对方一看女孩大着肚子,就算不要钱也不愿带走 此刻女孩的小丈夫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,她只是想要姐姐像以前一样 带着自己到处疯弯,婆婆扭不过儿子,只能继续将女孩留了下来 很快到了女孩临盆的日子,在她命选一线的时候,一家之主的爷爷已经决定 要生个女丫子,就腌掉她 话音刚落孩子就出生了,幸运的是女孩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婆婆一高兴还给女孩煮了红糖鸡蛋,就这样女孩成功活了下来 三年后她给她的孩子也娶了一个童养戏,女孩也跟婆婆一样 将头发挽起来准备迎接新娘子的到来 这边儿子也跟当年的小丈夫一样,因为孩子气不愿意去白糖 这一幕被女孩的小丈夫看到,她已经猜想到了未来即将发生的每一件事 可即便她躲到山坡上,也逃不出杨家傲的这个勒索 封建社会禁锢了男尊女卑,可人性确实千变万化 女孩在封建社会中,成了最幸运的童养戏 但对于婚姻来说,她的生活充满了悲剧 好在如今的新时代,鱼与熊掌不再需要选择